我们的客人 我们的客人 好 你看 比如说我们把它当作是我们的这个分析对象 比如说像我们这样子 这个匿名可能会存在一些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课程评论这个地方 课程评论这个地方 那这个评论就是你当你留言来由 对于一些匿名用户他也可以什么评论 那这是一个 那么假设有些不是匿名的呢 好 这里有些出现一个是匿名用户 一个是什么呢 假设就像这个什么吹耗耳耳耳耳耳 或者说这个 这些是不是注册用户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不是有个叫做 这个 这个吧 这里是不是一个管理员 对吧 所以说这里一般网页上 特别像这样评论的时候 是不是就包含了这些功能啊 也是匿名用户 一个是什么呢 注册用户 一个是管理员 那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会存在自己的用户管理员 就属于这几个角色了 这个小人就代表是一个对象了 是吧 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匿名用户 这是一个对象 这是一个对象 对象 还有一个呢 可能就是我们的 我们讲的注册用户 是啊 注册 啊 还有一个 我们的 管理员 是啊 那管理员 OK OK 那么大家现在在想咯 管理员呢 可能就管理注册用户 哎呦 这种办法吗 这种用户呢 对于什么匿名用户 一个一个等级 一个等级上去嘛 那么对于这个匿名用户 我们先看的是用户管理这一块 匿名用户完颜 你觉得 他有什么权限 或者他能做什么事情 就是我们小王讲的一个课 他能做一件什么事情 用户管理这一块啊 大家想一下 一个一个一个 匿名用户过来了 他能干嘛 他对他对于我们这系统来说 他能干嘛 浏览信息 简单查看 他能查看用户吗 不是这个评论 这个评论可以 但是现在我们不管是 评论这一块 我们先管是用户管理这一块 用户管理啊 接着往是用户管理 用户用户 紧扣这两个字 他能查看其他用户信息吗 你一个游客能查看我网站里面注册用户信息吗 能不能不能吧 他他只能做一些什么事情啊 对用户管理这一块 对是没有权限的 他只能做一些什么事情 干嘛 他是不是只能做车呀 对吧 他只能做车 没力 他他那干嘛呢 他不是只能做车吗 对用户来言 如果就有留言了 他可能会什么呢 发表留言啊 发表留言或者评论之类 这可以 是不是啊 或者你做了再狠一点 你留言都不让他发表啊 你只能让他看 不是啊 查看留言信息还可以的 啊好 这是一个 那么对做事用户来说 你觉得他还基本上会支援哪些功能呢 会支援哪些功能 那登录就算了啊 注册的他可能登录了 这个就算了 登录之后一般对用户来说 他能干什么 就用户来言啊 最基本的嘛 发帖评论啊 我们这些用户管理 你好好棒 你怎么骗你主题呢 还没有 我讲的是用户管理 没有讲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 留言管理 知道吧 注册用户 其实说白了 他注册完了之后 他能干嘛呀 他是不是能改自己的 信息 很好啊 查看需要自己的信息 good 我要就是这个 所以说他这里呢 就有个功能 就是说 查看 或者说 查看 个人 信息 对吧 查看个人信息 这是一个 那既然他能查看个人信息 也能 干嘛 是不是能够改啊 所以这里呢 还有一个叫做 修改个人信息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吧 这个完全可以的 那除了这个以外 还能干什么事情 我注册用户了 我是不是可以查看 比如说一个 OA系统一样 我是不是可以查看其他的 部门 或者人员信息啊 这能做到吧 啊 所以说这里呢 就是说 可以查询 其他用户 好 我们做一下最通用的 最基础的 最基础的 比如说我注册用户 没问题吧 但是是注册用户的 那么对于管理员呢 对啊 那对于管理员呢 他也能做哪些东西呢 最基础的 比如说我注册用户 我这个系统比较大 是不是我可能 瞒不过来 我可能会怎么样呢 啊 查看他一些 哎很好很好 给群线啊 这个是非常好 能想到这一点非常不错 给群线啊 啊 管理用户 管理用户包括什么 删除啊 修改是不是 好 那给群线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 我可以把它设置为 管理员吧 啊 我们这里就不做群星系统了 是不是 那就是管理员 是不是上一个个来 先从最基本的来是 把其他普通用户 就是管理员 就是管理员 说实话可以 他刚讲的管理用户 很好 管理用户有很多啊 比如说 相处用户 什么修改用户 什么东西的 添加用户 你后台也可以添加 是不是 当然也可以注册了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 你可能还要做 还能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比如说我这个用户啊 嗯 天天潜水 你这发贴嘛 你这个在我那里面注册了很久了 但是呢 你到现在一句话都没讲 对于这样的用户呢 可能会给予什么的 干嘛 啊 你注册了一年了 结果里面一句话没发 或者说啊 你注册了 一个月了 一个月里面把人家两个月的话都讲了 而且讲的都是他不喜欢听的话 对于这样的观点就要采取措施了 是不是 对于这样的人 我们可能就会把它 封号 很好 封号 哎 那这时候去 就说完了一点 去把它给干嘛 我是比如叫做 停 用 或者说 使用 用户啊 对不对 我是不是这些功能啊 明白吧 明白吧 诶 是不是 嗯 就这样子 就是 最基本的 他有这些功能啊 比如说 另一面用户 他可能就 注册 啊 对于我们的这个 注册用户啊 他能查看个人信息 能够修改个人信息 能够查询其他用户信息 对我们管理员来说呢 他可能能够设置管理员 能干嘛呢 能删除用户 而且能够 修改用户 还能 添加用户啊 这是最基本的 完了之后呢 你可以使用进 啊 这个这个用户 对不对 哎 可以把它去掉 好 就这样子嘛 好 这是这一个 这是我们刚才讲 对用户来说这一块 那么可能呢 我们 还有一个 对吧 我们刚才还有一个 今天主要是给他分析啊 然后写一些基本的一个架构就好了 这个我刚才跟他讲了 不要着急 慢慢来 上了吧 上不了 这个呢 我们叫做 留言管理 他们讲 留言管理这一块 哎 奇怪 哎 留言管理 哇 给他吧 留言管理 哦 都 唱 just be this one 我们叫做 从里打开一下 键open 诶 保存到这里去吗 太奇怪了 诶 我看保存哪里去了 你过去吗 你过去吗 我刚才没保存吗 诶 我刚才保存没有 诶 天呐 搞了半天 我们保存哪 诶 对呀 我知道我是保存哪里 怎么就没有了呢 open open 错面吗 B盘 VIP JSP 没有啊 诶 混蛋里面也没有啊 精神效率也没有啊 oh my god 上来上来上来 先建一个有的case 啊 天呐 用户管理 秘密 这个我学快点啊 帮你文 太奇怪了 这个注册对吧 嗯 然后呢 这个有 修改吧 好看 个人的信息 对不对 好 嗯 还有什么 修改吧 个人的信息 还有这个 好看 其他用户信息 嗯 叫做 嗯 刚刚讲的设置管理员 是吧 还有什么 政策改查啊 C-R-U-D 好 好吧 嗯 然后 启用 就是禁用 启用 对啊 打算就好了 写快点啊 本打算把这个今天这个内容分析完完了之后再可以写个框架的还这样一搞 框架的事完了 真实啊 好 我 我再保存 我再保存一下我还不信了我就保存不了他呀 算了算了算了 算了 我们这个叫做留言管理吧 啊 那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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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分析了 对于这个 匿名用户而言 刚才我们分析了他有什么东西啊 他是不是有 对于留言来说他可能有什么呢 查询 查看 查询查看 留言 他能看别人的留言吧 给他看 然后呢可能说 要不要给他加一个什么回复啊 这边助手你可以不给他加 评论 发表 评论 评论 这是一个 那么对我们做错来说 他才能评论他不能follow 那做错因为我才能 发表 留言 那么我们的这个 嗯 嗯 留言来讲 比如像我们 北晃他一个bbs是不是论坛也是的对吧 这留言的时候他注册用户吗 那可以干嘛 删除自己的 留言 不可以 留言呢 我就要不给他修改不给他修改了好吧 还可以删除自己的 发出去了你就不要改了啊 发出是让你发零对不对 好 那么对管理员呢 那么就直接讲嘛 管理 管理留言 还有个呢 还有什么 管理员能不能评论了 当然能评论了 评论我们就统成为回复一样 是不是 这都没关系的啊 他可以查看 啊 发表评论 不给他 他怎么看 我给他 出车 发表 删除 上 上 自己留言 上 自己评论 啊 管理留言 好 明白吧 这是我们 需要跟大家讲的这两块 这个是用户管理啊 我这个图吧 保存不了 然后再说吧 这个图 就这一块 是吧 还呢 就是这个留言 管理这一块 这个图 我自己要保留 这个图 呃 我把这个图放在这儿吧 诶诶 用户管理 好的 好 ok 好 那么现在呢 也说把这几个 还上了 把这几个还上了 那么现在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来分析 刚才我们在小王讲的 叫什么来着 对象 那么对于留言来说 是一块 但是对用户来说 不管他是立名的用户 还是什么 注册用户 还是他的管理员 他们通属于什么东西 通通属于 用户吧 不管是什么用户的 他都是用户 那么用户是不是属于一个对象 只不过他们有不同的角色 user 非常好 那时候这里应该还有什么user 是吧 那就是这里地方呢 我们应该有一个 他自己的class 我们叫做 流利管理 这个我们是什么user 非常好 那这个user以外还有什么 对留言这一块有什么呢 发表留言和管理留言怎么样 他们又有什么对象 是不是有一个留言对象 好 小王接着翻译啊 我写中文你写英文 好吧 那么对于留言这一块 是不是又是一个对象 那这个对象是什么 小王跟上一 你是啥意思啊 加藏院呢 补一下吧 你这又都不是天荒的吗 怎么到留言这块平成这个东西呢 不太不合时宜啊 小信 小华 小张伟 小张伟 你们都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想法吗 要不然我们世界激情几秒钟啊 天呐 我感觉 你干净了呢 Message 你完了吗 这个你英语再怎么好 你这个应该OK的呀 Message Message 走 这一个好 那么还有个什么呀 刚才我们还 还有分析了一个什么 留言 还有什么 发表评论 删除这些评论 评论 那么这个评论这一块 对啊 我们说还应该有个对象是 评论 好 跟上跟上 评论 评论怎么样 评论又是一个对象吧 我们叫做 看谁打快啊 康 没有一个人吗 啊 呵呵 good good 很好啊 终于跟上这个节奏了啊 command 不很好吗 你 你也不难嘛 你也很不错嘛 是不是 command 好 command 那也说这里是不是需要这三个对象 对吧 这个 这是我们抽离出来的 最基本的 对这个东西来说 最基本的三个对象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猜分 至于这三个对象来说 一个个来讲 优者需要哪些东西 他需要哪个东西 id 是需要的吧 id 是需要的 是不是啊 嗯 有的 id 啊 good 这么一点 有点想着吗 让我们抽几个就好了啊 id 是需要的 啊 int 类型 是不是啊 是什么 初始化数据 什么 是否可见私有的 什么 我这个是为了生成吗 我们不管他了 不用他生成 好吧 然后说这个以外呢 还有什么 还有 这个呢 可能就是 什么类型了 啊 是吧 应该是有吧 s molten 用密码 加一個Password 太偏盤了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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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 那还有什么呀 还有这个也可能有资讯 还有一个 那是 他的正式姓名吧 这是一个 你扫散啊 大家待会一起吃啊 然后还有一个 角色 角色很好 就是我不知道他是管理员还是普通用户 是不是啊 这里可能要一个角色 那这里就应该有什么呢 内容物类型 那用户类型完了之后 我们刚才讲了还有个什么功能呢 你还有个什么呢 禁用启用用户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在里面 嗯 大家觉得还有个什么东西在里面 又怎么有了 他做了一个 又有了 是不是还有个什么呀 他的一个 状态啊 到底是其用的还是禁用的 是不是啊 还有个状态嘛 这里应该还有一个 这个状态 这个状态 这是我们的user 是user 是user 那么对于留言这一块呢 留言这一块呢 id是需要的 是不是 id是需要的 留言 你有他的一个什么 标题吧 对不对 你应该有他的一个标题 是不是 就是 白头 这是需要的 还有呢 留言的内容 是不是需要 啊 也需要 这些很很基本的 你们想不到吗 那我们怎么分析啊 还有什么 还剩几个 再想想看 留言内容有了 标题有了 还有什么东西 留言的 时间 对不对 啊 什么时候发表留言的 对吧 大家说啊 不要紧张 就是我们的 power link 嗯 好 这个应该是 什么类型啊 date类型 是不是 找到 date 啊 还有什么 你什么时候 呃 就是发布的 那还有什么 什么东西 这条留言是谁 怎么样 准备动进来 这个留言是谁发布的吗 对吧 是不是应该还有一个什么呢 use id 啊 对所有者 所有者 就是 id 嘛 啊 好 那么对你的command大叔呢 我就不讲了 command command大呢 他讲 总是让我一个人说多无聊啊 command 留言来说 评论 评论啊 搞错了 评论评论有一个idid我先写了啊 别跟我抢啊 这孩子们 id是我的 id好 现在就你们的 下一个 评论有id完了这个评论还有什么 好 就一个id啊 评论时间 嗯很好 需要评论内容 嗯需要 评论人的id 啊 那那你要跟id不就完了吗 有什么内容呢 是不是有id了 你怎么能找到他内容了 就不需要了 还有什么 没有了吗 好 我先把你写上啊 呃 你说的 评论的内容 是不是这个需要contentary 还有你说的 评论的 时间 是不是啊 嗯 这个需要很好 还有评论的人 对吧 好重新大一点 其实大家讲的 还有一个id嘛 需要的 还有什么 啊 对 就你这个评论是对哪个留言做的评论 是不是 所以这里应该有个叫messagerid 啊 messagerid 好 所以这里还应该加一个messagerid 是不是 这是 最基本的三个对象 哎 我们理出来了啊 理出来了 除外境关系 无所谓 行动管它 那好 我再给你清晰一个啊 不能保存 只好这样咧 让大家坚决的看吧 哎哟 我还不敢关呢 现在需要力小气了 诶 好 好 那现在这个对象啊 我们这个东西功能 只要功能 每个用户都该具有哪些功能 我们知道了 这个对象呢 我们也清楚了 那么现在要做的事情 不是很简单了吗 来干嘛呀 啊 我们来写一个 我们来写一个 打击解释一下 note.t 那 刚才我们家的需求分析 已经分析完了 对不对 需求分析分析完了 那么现在要做的事情 第二个 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 基本就是搭建什么 宽价 好 像 基于这种用户的 这种用力的分析的话 其实 比你更多功能的分析的话 好得多得多 好得多 好 那么现在我们 这样 我们今天是学的是什么 GSP这一块吧 是不是啊 我们先学一个GSP GSP加GDPC 好吧 这是我们的第一种模式 那完了之后呢 我们 把这个写完了 我们再给大家写一个 MVC的模式 这个MVC呢 也就是什么 GSP啊 加上 SowLegger啊 对吧 MVC 我们一个先做这个阶段 然后再做这个阶段 完了之后后面呢 还有什么呢 SH的阶段 就是啊 那肯定了 所以做任何事情 我希望他能够 在 我虽然是通过这个小例子 呃 大家可能说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能想到 但是如果复杂了 我希望大家也可以在抽丝剥茧的形式去分析 这是很关键的 不是说我们做 像开发的 不是说啊 你这个代码写的多厉害啊 什么样 不是 就是你千万不要把自己沦为什么 切记啊 沦为 沦陷 沦为吧 那就不好玩了 那就不好玩了 痛苦 痛苦一辈子留下自己的阴影那就不好了 是不是 那么现在我们把它分析出来了 那就好玩了 是不是 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 搭建框架 搭建框架我们说了 刚开始我们使用这种 GSP加GDPC的模式 那么当然我们还要采用最基础的什么 三层架构 三层架构 WZM.I北风 是吧 然后在这个包裂下面呢 依次来 有一个 对吧 我最喜欢的model 然后呢 还有什么 倒层 是吧 还有个 什么层啊 是吧 是吧 不加了 你们我们后面加了solid 之后我们再把solid 再加上去 就是action这一层 是吧 是吧 不加 不加 到此结束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 可能说对我们而言 我们 看哪些东西 entity entity就是它嘛 就是这个model 是吧 我只会把它叫做 模型层 就等于你的什么 一个意思啊 就是可能有时候 因为现在会用到 endity啊 或者说你的病啊 对吧 这个无所谓 我代表就是一个意思 没有吧 好 那现在 我们说你首先第一步 你要把这三个对象放进去 然后创建什么数据访问层 这些东西是吧 那么对于数据访问层来说 我们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 比如说 通用的 类啊 对吧 unt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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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个工具内 就是比如说做验证啊 就需访问啊 啊 这样子 那可能说呢 对于我们这个而言 我们跟说还要做自己的一个什么呢 自己项目里面 可能是还要自己抛 异常 是吧 我可以做到这里 还有一个异常 这样是不是就清楚了 啊 这样是不是就清楚了 诶 异常 这样 好 那所以说这里呢 就需要的就是这几个 啊 那这样的话 我就把我们的这个 框架全部打好了 这是最基本的低层的框架 就是这最基本的低层的框架 我也是这个点啊 静一下线 哟 应该是在这里啊 好 然后呢 这个地方你是不是要写什么东西了 啊 模型层 下面框架大家好了 啊 然后在 编 最基本的就编写 实体类 是不是 编写实体类 你的实体类哪些 我们讲究哪些啊 就是 user message comment 对吧 comment 好 走 首先一个user 啥个代码都别写 一个叫message 还有最后一个 comment 考虑 好 一个来 一个来 啊 用的里面有哪些东西 刚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 比如说 一个ID 还有什么呢 名称 还有什么呢 密码 对吧 还有什么呢 这个 啊 不对 应该这个是名称 这个应该是 丢队哪 名号名嘛 它的一个什么呀 我们讲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状态 或者它一个类型 就是啊 嗯 它的一个状态 然后给它生存 给它生存 这就可以了 用户 叫做出事 如果说你这个地方 你要想写也行啊 比如现在啊 用户编号 一代表 零吧 零代表停 零 一代表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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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呢 这里有一个 零代表 秘密用户 秘密用户 一代表 注册用户 二呢 代表什么 这些东西你把它先定义好了 下次你写的什么 你就不会放 嗯 放晕虎啊 放晕虎 是不是啊 好 然后这个 然后接下来是message message我们讲的是哪些 有一个 id 有一个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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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完全是可以生成的 是吧 这个是可以生成的 因为你在这个地方 你的工具可以临接 连接你的什么 连接你的message 然后可以生成的 是吧 就跟 Denet 里面不有什么 据我手指有什么 Code Smith 是不是啊 他也可以生成尸体 是不是 也可以的 特别到后面我们在讲什么哈曼人 杀死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 就是一个在你的尸图这地方 你找到那个数据 他就会给你生成尸体 非常方便 我们这里只是说 为大家再写一遍了 反正有少也不多 无所谓了 这个可能后面会有 会有的 知道吧 肯定会有 哪怕没有Navi 那碰不死的 要很多的 是不是啊 把那个写完 我们就结束吧 这个Date Date Date 我们就用Date 我们就用Date Date Poster Date 还有你的Use ID 没有了吧 走 这个留言 对上 留言 对上 这个我们就把它外见了 你把它给那个什么意思就好了 这个是 这个是 Double 留言 留言 好 看望的 是啊 看望的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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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还有这个 PosterDate 是不是啊 PosterDate Date Poster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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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就是 User ID 还有就是 Message 这些东西可能是要有的 也是外见 就是你对哪个做的留言 是不是啊 就是我们评论 评论 好 这就是你的Model 完了之后 你再写你的道 再写你的什么 Exception 所以可以了 我们先把一个Exception 写完没 这个就很简单了 这个你只要写个类 比如说我这个叫做Message Exception 或者你的User Exception 是吧 都可以 或者你再写个User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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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eption 然后这个 这个地方呢 其实就是说 嗯 你直接给你之后 通过来 制成了 一个RunCon Exception 就可以了 然后我制成它之后啊 你再 通过它 去给它生成 生成一个 我们 我这里 应该有一个User Super 就是把这些 写拿过来就好了 这是最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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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也给它生成一下 好 好 好 那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简单吧 这就是我们敢讲的 这个一些基本类 要写好 然后呢 那我们再写一个 UTL UTL可能你跟数据库 要这个 跟我们数据库 要这个交互啊 可以说我这里 可能会定一个 比如说 db 或者一个based down啊 这样会经常听说 这样的东西 那这里面是 就写你的数据库 方便东西啊 就可以了 那 那比如说你在这 订一些 connection 打开链接的一些方法 然后再关闭链接的方法 是不是啊 我一写完就ok了 那么讲到这 咦 谢谢小王的花 那么讲到这 我们就基本上 对于我们整个的一个 系统来说 框架而言 你有一个大致了解了 明白吧 这就是你有一个大致了解了 管理 流言管理 我不信 啊 天啊 啊 我们今天呢 就先讲到这 就是用这 就是说 把我们这个内容 就站着心口来做 下次课 我们再 怎么样 嗯 我们慢慢来 反正就这样讲的 啊 大家不要急 就算你没看到这一块 也不要慌张 我们反正就是 咦 用证识一下 啊 有言之有理 啊 message 看看吧 message manager 还没 age 保存 呵呵 不给我面子 哦 同学们呢 你不给我面子 不给你们面子 哈 不用 下次进去不用 下次 下次大家找一个叫 这个软件 大家找一个比较好一点的 发给我啊 我也用一下 是吧 哦 这个建模 是的 还有一些 嗯 建模里面还有很多啊 比如说 呃 有三大 非常的 著名的一个东西 Visual 是不是啊 啊 什么呢 这个 什么叫 是不是 还应该是 pd pd 是吧 这几个比较多 那大家这个看的不错 就把这个拿来用吧 啊 刚才建的那几个包子干什么呢 那几个包就是我们刚才体现了什么呢 体现了 分层思想 啊 分层思想 就是为什么要建这几个包呢 你不见你在一个里面写是不是可以呢 可以 能实现 它就是为了使用分层 让我们的工作 造成什么呢 工作 任务 清晰 那 分层中更大清晰明确 这样子 啊 到这个到 在我们这个 今天我们就大致想到这啊 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咦 啊 这 北风Course 好 这个地方 我们第二阶段 对不对 慢慢来啊 不急 分层实现 啊 分层啊 就是第七章这里一个分层的一个实现 大家把这个视频看起来就了解了啊 有个分层实现 有 把你的代码更加好 因为 你不可能说一个包里面写完了 是不是 可能是不合适的 所以这里可能是要做分层的 知道吧 啊 ok 好 我们 啊 pd能生成续录 啊 可以的 他也能生成续录 啊 你还用过点单的是吧 好像之前我点 定位好像今天跟我讲过啊 好像之前做过点单的 完了最后 又转了假话了是吧 嗯 没关系啊 没关系 嗯 反正我们 这个后面呢 用它自带的一个东西来生成了 也可以的 管它了 反正 怎么说呢 今天呢 我们大致就是跟他讲 最后一次做一个什么呢 gsp 入门了 对吧 像是入门一样 你怎么去产生 然后写了一个socket 是吧 给你原理一下 一些小问题跟他讲了一下 完了之后就是最后的就是跟他重点去分析了这个需求啊 基于一定是基于用力分析 知道吧 啊 基于用力分析 就在我们的这个地方 需求分析 我们这里给他废租一下 基于用力 啊 而不是要基于什么呢 功能分析 而不是基于功能分析 所以说这个地方很重要 完了之后呢 你学会了这个之后 你再去搭建你的项目框架 那这样的话 就会得行应酬了 你的对象也知道了 你要做的事情也知道了 是不是 那所有的事情都在你的掌控之中 是吧 游戏当中有重要的地方 一切尽着掌握 是不是 你用杀个人的 哈哈哈 ok 好 那么我们 今天啊 就大家讲到这儿 明天呢 我们继续把它補却 讲到哪儿是哪儿 讲不完 下周接着讲 下周接着讲 那一定要讲到你们等为止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关键重要 所以说我不希望就是说 讲过就讲过了 这就是什么 这个风过无痕一样 那就不合适了 是不是 一定要留下点什么 啊 不要不带走一瓶原材啊 嗯 谢谢张伟和Snow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 就讲到这儿 好不好 那今天呢 这个差不多时间也差不多 那么大家就 就 这个 回去消化消化 明天呢我们继续再跟他去讲 这些小王的花 ok 好吧 嗯 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就到这儿 希望呢 下次我们明天 我们继续来接着浪 接着讲 把它补全了 让大家有个认识就可以了 好 我们先录一下啊 好 我们先录一下啊